正在进行检修的国定古迹 士林官邸 昨天深夜突然传出火警 虽然火势大约半个小时就被扑灭 但是前总统蒋中正住过的正房里面 包括了沙发还有茶几等部分家具被烧毁 当时在官邸里面并没有任何人 初步研判可能是配电箱短路 火苗引燃了地毯 然后延烧到其他地方 围起来检修的国定古迹 士林官邸 竟然在半夜烧了起来 台北市消防局在晚间10点46分接火通报 立刻出动消防车一直喷水 快速在半小时之内把火势扑灭 不过猛烈的火势还是吞噬了 前总统蒋介石居住的正房 大约8平大的面积被烧毁 配电箱短路所产生的火苗 引燃了堆放在附近的地毯 然后再来就延烧到其他的物品 一把火烧掉的是原先正房的回廊与小客厅 当年蒋介石和宋美玲起居的沙发 茶几以及展示柜 还有内装的物品共十多样被烧毁 索性没有重要文件 蒋介石夫妇是在民国39年搬入士林官邸 更是招待外宾的重要场所 虽然没有火灾也得等到明年才开放参观 不过这个景点具有历史地位 对于中国观光客而言 还是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上午文件会指派的专家 也前往拉起封锁线的火在现场勘察 大约会在一个礼拜内提出损害报告 另外将来要不要加长巡逻 确保士林官邸的安全 文件会也表示 将由总统府来评估 是否要加派驻卫警 记者林警方郭俊玲台北报道